接著是今天的灣區簡訊 康縣衛生部門發出有毒攔造警告 呼籲人們不要在彼茲堡遊艇俱樂部附近的 紐約角內雨水接觸 因為那裡攔造氾濫 超過安全上限175倍 在遊艇俱樂部東北角 有害的攔造毒素水平為每升3500威克 而每公升20威克就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了 最近 來矽谷找工作的David Casares 花光帶來的前後成為遊民 他在街頭取牌子 上面寫著 無家可歸 渴望成功 請接收一份簡歷 期望得到公司老闆們的注意 他的照片被放到推特上 結果電郵像雪片一樣飛來 遊民最後成為一個無人機公司的軟件工程師 加州議會通過一項法案 加州餐館將只能為兒童提供水或者牛奶 只有在監護的成年人同意下 才可以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汽水飲料 議會立法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一些 諸如兒童肥胖 心臟病和蛀牙等疾病 目前 該項法案正等待布朗簽署後生效 加州可能成為第一個在餐館限制 向兒童提供飲料的州 新唐人記者馬健 宇偉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